不小心被困在车上发生的意外 这消防队员到现场来救援 选择敲破车窗 通常都会先敲破车尾的三角窗 因为很多车主都会在车窗上头贴隔热纸 让玻璃即使敲破了 但是也推不开救援 不过现在车厂老板就说 想要换新的三角窗 台湾没有副厂必须进口 如果加上这是弧形玻璃制成困难 比起一般升降车窗 价格会贵个亮到三重 救援敲破车窗 但如果你选择是这一块厚的三角窗 小心你的维修费可能要多掏一点出来了 拿转头用力敲 或是车场撞击测验 车窗玻璃整块碎裂却没有掉下来 这是因为车主贴上了防暴膜或是隔热纸 但遇上了意外事件 就无法将玻璃往外移开 第一时间救援 所以消防队员都会选择破窗 先破三角窗 但这一敲事后的维修价格 却会超到两到三千元 以一片进口的车窗 大约一万元来算 后面这一块小三角窗 就会贵上两到三成 就因为这一块三角窗 必须靠原厂进口 台湾并没有副厂 加上弧形的玻璃 技术困难价格本来就会比较高 特别是进口车感受更加明显 市面上就是说在贩卖的话 我们取得比较不易 所以这一块大部分我们在更换的时候 价格都比较高 敲破车窗往外头拉开 女人被反锁在车子里 或是粗心把女儿放在车上 警校为了救援都会破车窗 但维修费可是差很大 更换的时候 施工的话也比较不好施工 因为它的那个可能就是要碾的方式 车长老板就说整辆车就属左侧驾驶座 这一块车窗价格相对便宜 但是为了救援第一 下防队员大都会先敲破三角窗 但是不论是哪扇窗 还是别敲破的最好 这是黄建章王一超在台中的采访报道